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死撑到现在 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在他人心中的位置 是由您自己决定的 也是由您自己决定了 他人对待您的方式 所以他忽视你 他现在把你放在朋友之后 都是由你们相处之间 一早已经定下来了 你想斩断这个恶性循环的话 只有从根拔起 这个男人扔了可以 毫不可惜 好 谢谢米娜老师 来 你服气吗 今天是你想要来这个节目的对吧 对 所以米娜老师刚刚说你服气了对吧 不是 所以该分对不对 不分 你为什么不分呢 我觉得坏脾气是应该可以改的 坏脾气不是问题 是对谁坏脾气 如果你坏脾气都是对着女朋友发 那他干嘛要忍受你的坏脾气 你是父母养的人家不是呀 他忍受你的坏脾气 你怎么不忍受他的坏脾气啊 奇怪了 你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又包容你当然不想分手了 那你不知道包容他他就可以分手嘛 他对你好所以你不想分手 你对他不好所以他可以分手啊 这样懂不懂 我好好奇啊 你为什么这么爱讨好别人 我只是觉得工作上的事情嘛 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吧 关系落到很强 不对不对 没有必要跟同事不愉快 跟你每天必须要接同事是两码事 没有必要呢 让同事们不开心跟你非要夸赞他们 或者是帮他们拿行李也是两码事 你为什么那么爱讨好别人怎么了 你很怕人家不喜欢你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 那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会把大家的情绪 然后可能对照顾好一点吧 那就是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外 也就叫杀亲你知道吧 你知道通常这种杀亲的情况 最容易出现在对妈妈 譬如说呢 我对别人都很客气 对我妈讲话不客气 对别人都说好话 对亲人说狠话 对外人都很好 对内人不好 那很简单 干嘛做你女朋友呢 多倒霉啊 又要包容你 又要对你好 又要忍受你的坏脾气 但是一无所得 所以呢鉴定完毕 赶快跑 谢谢库老师 来 来 来 左岩老师 两位老师都在问女生说 你看她都这样了 你还跟她在一起 那你当初喜欢她什么呢 这一碰是个人来的 再见 就说了 这一碰是个人的 小体质 它都在家里真的没钱 整个人都在前面 都在看她的 如果这一碰是不是 这一碰是个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保有自我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左燕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他刚才说 认识你的时候 不牵你的手 不跟你亲近 左燕老师说是因为不喜欢 其实不是不喜欢 也是装 装绅士风度嘛 对不对 装得我自己特本分 特老实嘛 其实像你这样的男人 是最没出息的男人 就是一个男人在外面 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合作 又或者是要帮忙 跟别人交往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靠你讨好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才会被老大借占便宜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所以才需要通过迎合别人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真正的社交交往 就是两点 礼貌和靠自己的实力 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与他的相处当中 你又表现的是那么的强势 那么的不关心他的感受 所以你既自私自立 又虚荣虚伪 而且归根结底 是因为你自卑 你长久以来 形成了在外面 像个软绵羊 在家里就横上了 真正有出息的男人 应该是把家人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连亲情你都不珍贵 我还渴望你会去珍惜 什么友情 同事之间的感情 我相信你每次 在那个老大姐的时候 心里也是横得牙痒痒 但是你咬着后槽牙 每天在银河边 有意思吗 长此以往地生存下去 外面的人越来越看不起你 家里的人对你越来越寒心 你两头都不适 其实坦率地来说 看不出你们两只精 有什么真正的感情 看不出来 就刚才所说的那个场景 那老大姐一过来 啪把那门一打开 你怎么占了我的座的时候 你在干嘛 就你这种男人 还渴望什么在危险的时候 他能够保证你的利益 真爱自己身边的人 对于别人 我们只要做到礼貌合作 听见没有 听见 就这个 好 谢谢杜老师 老师们刚才有一个结论 就是要跑 你自己去考虑 男生也是一样 其实女生走了 也不要怪他 埋怨他